一整面書牆擺滿雜誌 有爭取自由的書籍 還有記錄政權的專刊 都是從鄭南榮生前創辦的 雜誌社編輯出版 這些書籍在嘉義台灣圖書室展出 讓民眾更深入了解歷史 鄭南榮基金會舉辦全國巡展 這一站來到嘉義 用藝術和展覽的方式 展現當代民主前輩的奮鬥故事 現場還有不少象徵自由的畫作 連縣長翁張良看了都相當感動 那一場的自焚事件 確實整個是震撼的時候的台灣人 然後讓大家才去思考 為什麼台灣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國家大位的人來講 他可能必須比較誠實 對自己的歷史 面對自己過去想做的事情 鄭南榮先生給我的感覺 就是他是一個思考跟行動的鬥士 鄭南榮探索巡展 從歷史中看見台灣追尋的自由 得來不易 也彰顯台灣的民主價值 民席文 鄭榮文 嘉義報導